今天 我想到是在世界某個角落的一個男孩 他在想 他是否能達到聖職持有人所應有的標準 我在13、14歲的時候也曾有這樣的憂慮 我長大的地方 是只有一個小分會的地方 在我家聚會傳道 之後我們家搬到了有幾個智聯會 許多大型智慧以及教堂 許多定兒主的男孩子們的地區 他們都好像知道很多聖職持有人應該做的什麼 他們在智慧裡有非常複雜的傳遞聖餐的模式 我幾乎確定輪到我傳遞聖餐時我一定會出錯 在我的恐懼當中 我記得有一天我走到教堂外 一個人想靜一靜,我很擔心 我祈求幫助,祈求得到保證 告訴我,在用神的聖職為祂服務時我不會失敗 很多年過了,我持有麥基什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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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我在这次祈祷时,我想我能感受到多年前在耶鲁克斯智慧就一次给了我的回答。 当你接受一个召唤时,那好像超过你能力的圣职中服务时,你也能期待得到相同的答案。 这个信心可能来自你心中的话语或感受,或者两者都有, 但至少会包含三件事来给你确认并指引你所需要做的事情。 首先,这种确认会来自天父。 天父帮你度过危险难关的种种回忆。 对我来说就像小时候,住在新泽西周时, 有大群愤怒的群众聚在我们家的房子前面。 我母亲出去面对着他们,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我听不到她说些什么,但是过了几分钟后,那些人就和平地离开了。 我还记得我看到了当时,这个情景就像一个奇迹一样。 当我年纪比较大时,那回忆就是我被叫去面对一群愤怒的群众, 突然出人意料地收到平静和化解冲突的圣灵的感动。 我又被派去向一群教会的领袖以及牧师演讲。 会议的目的是处理教会间的竞争所引发的问题。 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我被指派,并且告诉大家为什么需要透过约瑟斯密来复兴真实的教会。 我是临时被派去代替麦斯维尔长老演讲的。 当我在会议的前一晚抵达举行的城市时,我打电话给辛格莱会长。 我告诉他会议将会持续三天,同时会有几个演讲同时间进行, 好让与会者能选择想去的场次。 我想,如果我讲述真理,我第二场演讲大概就不会有人来了。 我可能很快就要回家了。 我问辛格莱会长,我应该怎么做。 他说,做你认为最好的判断吧。 我那天晚上一直祈祷,在天快亮时, 我确定我在谈到复兴时,不会说这是我们相信发生在约瑟斯密圣堂的事情, 然后说解释一些原因, 但我会说这是发生在约瑟斯密圣堂的事, 然后说明主为何要怎么做。 我虽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一个清楚的方向我该做的事情。 令我惊讶的是,在我第一个演讲之后, 许多牧师排队要跟我说话, 每个人几乎都讲同样的事情, 就是他们遇到过某个他们很钦佩的教会的教友, 或是有某个智联会的会长在灾难过后来协助,来帮助。 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向那些不认识的人们问好, 并且谢谢他们。 在三天的大会结束后, 越来越多的人来聆听复兴的福音, 以及耶稣基督真实教会的讯息。 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相信了这个讯息, 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人们生活中良善的果实。 在过去几个晚上祈祷时, 这些回忆及其他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伴随着以下的保证, 我不是一直看顾着你吗? 想想那些我离你只可安邪水边的时刻, 记得那几次我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的时候吗? 要记得,谨记,不要害怕。 你们新的执事啊,要请记, 你们新的定额组会长,请记。 你们有问起小孩的父亲们啊, 请记,并且不要惧怕。 对你来说不可能的, 有了神的帮助就有可能了。 即使你年纪还小, 在以及未来的岁月里, 他将带着他的大能及他的灵在你面前行, 在你的左边和你的右边。 在那些你为他服务的时刻, 你可获得保证, 如果你用信心祈祷, 神会看顾你的。 这个星期五的清晨, 我获得了第二个为艰难指派 所祈祷时会获得的讯息。 我当时和你们一样, 为了自己不足而做祈祷。 而答案却是清楚且直接的。 不要担心你自己, 并开始为你所要服务的人们祷告。 这样做会为你带来圣灵。 但祷告时, 要有可能会忘了时间流逝的心理准备。 你会感受到对你所服务的人们的爱, 你会感受到他们 以及他们亲人们的需要, 渴望和苦痛。 而且你所关心的范围将会逐渐扩大 并超出你所能想象, 或许不是你定额主的成员, 或是你的亲人, 而是他们所爱的人们。 当你忘却你自己, 而为你力所能及的人祷告时, 你的福务及你的心都会因此而改变。 这是因为你被召唤去服侍的天父和他的爱子, 知道并爱着许许多多 以你服务而受益的人。 虽然,就我们的理解力来说, 可能只是少数的几个人。 当你为艰难的圣职指派而祈祷时, 起而行就是第三个且最后的讯息。 圣职力量是为了祝福他人而赐给你的, 因此需要起而行, 而且常常是很难行的。 除了来自神的帮助的确证和不要担心自己不足的命令外, 来自圣灵清楚地起而行的指示, 会为他人的生命带来祝福。 例如, 心怀祈祷地去探访你所被指派的人或家庭, 对父亲们来说, 可能是训诫犯错了的子女。 不管是训诫或是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你心中记得成功的意义时, 将会事半功倍。 你是在为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把永生带给你所服务的人。 要成功, 圣灵必须为他们的心带来见证, 并且这见证必须能帮助他们, 不论面临任何困境和诱惑, 都能够选择遵守神的诫命。 了解这些之后, 圣灵将会指引你如何运用圣职力量来教导和训诫。 你必须保持洁净, 圣灵才能助你教导。 你必须祈求圣灵指示你何时和如何来训诫, 以及如何对你所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 你所做的圣职服务的成效, 可由他人心中接受真理和赎罪的程度 来看出 你可以藉由服务获得确认, 你可以忘却自己并开始爱和为你服务的人祈祷。 你也可以选择如何来帮助, 并经由改变人民内心的程度来验证你的成效。 但是, 对你所服务的人和你自己来说, 这一切并不简单。 在服务以及经由悔改而带来的赎罪过程中, 总是充满着痛苦。 这就是你被召唤来做的。 想想你所服务的救主, 他的成事生命中有什么是简单的呢? 他要求他的门徒们做简单的事情吗? 如果这样, 为他和为他门徒所做的事情, 为什么应该是简单的呢? 一颗破碎的心可以用来解释这一切。 经文常常提到人们的心被软化, 但是更常听到是破碎的心。 或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接受我们蒙召唤, 需要悔改是多么不容易的, 并且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经由我们的信心, 并且见证进入我们的心中, 来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 今晚, 让我们来决定我们所需要做的。 我们所有的人, 不论我们的召唤为何, 或许面临着超过我们的力量以外的任务, 最主要的成功是让见证进入人民的心中。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算是神, 也不会强迫任何人来接受。 因此真正的成功, 需要我们所服务的人们自己选择接受圣灵的见证进入他们的心中。 圣灵已准备好, 但是许多人尚问准备好接受圣灵。 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任务是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所服务的人会尽用我们的果实而渴望让圣灵进入他们的生活中。 我要建议一些我们可以做的还有不该做的, 一些我们可以邀请圣灵的和一些会冒犯圣灵的。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经验中回想中知道, 没有任何想成功的圣职持有者会不注意他眼睛所看到的事物, 选择一些淫秽的事物会冒犯圣灵。 你已经不断地被提醒和警告关于网络上的色情。 但是不端庄的行为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已变得非常普遍, 我们要运用自律去选择不看那些会在我们内心产生 冒犯圣灵感觉的事物。 我们同样留心我们所要讲的事情, 我们的言辞, 初俗的讲话会冒犯圣灵。 就像不端庄一样, 初言会语已经变得很普遍了。 之前只有在某些城市或某些团体里面, 我们会听到望成主的名。 初俗和不文的、不雅的笑话现在好像随处可见, 并且在社会上广被接受。 就算你无法选择影响他人, 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言语。 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中, 我知道神可以帮助你。 多年之前,我在空军服务的时候, 那时候海军上尉、陆军上尉和海军指挥官服务, 他们说话的方法, 不管是在战争时或是在和平时, 都冒犯了神。 我知道这些也会冒犯灵。 当时我是一个地区的传教士, 在晚上试着借着圣灵去寻找和教导可教的人, 但那时是非常的困难。 我只是一个中卫, 他们都比我高级。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来改变他们说话的方法, 我只能够祷告。 但情况随着时间而渐渐地改变了, 慢慢地出言会语逐渐消失了。 只有在晚上他们喝酒的时候, 才会再次听到他们。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以借着要传教的原因而离开了。 你可以借着类似的记忆, 在你生命困难的时候来帮助和支持你自己。 神会帮助那些决定不看和不说邪恶的事的忠信, 甚至持有者。 这样并不容易, 而且从来都不会容易的。 但你有和我所知道的一个应许, 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 然后你的自信避在神面前会越发坚强。 而圣职的教义并如来自天上的上天之路, 滴在你的灵魂上。 我向你们见证, 我和你都拥有神的圣职。 祂会回答我们的祈祷, 和帮助我们来为祂服务。 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